香港的公共財政出現了非常嚴峻的情況 而我在上任以來這三年 都是大量投資在教育、福利、長者的退休、醫療各方面 所以我也要管理一下大家的期望 未來的施政報告不會再有很多需要動用公共財政的新措施 但是經過了疫情和過去一年的動亂 或者受了很多現在外來的衝擊 其實是一個時間檢視怎樣能夠加強香港的防備 不只是治安方面的防備、經濟方面的防備 公共衛生方面的防備 讓香港能夠更有能力去應對將會在日後出現的挑戰